离别多日,朱元璋一进门,就急吼吼地拉着老婆要干件刻不容缓的大事 这是夫妻俩的专属秘密,朱元璋不怨,也不可能让任何人知道 因为啊,这是朱元璋驾驭群臣的法宝 虽然乍一看不过是一些小纸条 但上面却详细记录了从朱元璋当大帅做巫王到浦阳湖决战期间 所有文臣无将的功过是非 我们几乎可以理解成朱元璋自己搭建了一套人事管理系统 他私底下对每个人都做了人事档案记录 在这个节骨眼,朱元璋翻出这些小本本就是想以此作为风赏开国元勋的依据 黄、红、绿三种颜色的布按爵位从高到低,分别代表公爵、侯爵、伯爵 朱元璋两口子今晚的任务就是把三品以上官员的名单贴到对应的布上去 这是一场注定很难摆平的利益分配 以至于两口子在贴名单时对几位关键人物的风赏出现了重大分歧 第一位是蓝玉,这位朱元璋的一职近来愈发的嚣张跋扈 马皇后的初衷是把他放在三等爵位上,可朱元璋一个眼神让马皇后做了妥协 第二位是刘伯温,这位刚陪朱元璋从扬州回来的老哥 并不像外人甚至包括马皇后想象的那样深得朱元璋信任 朱老板给他寄的小本本上写着心高气傲,与武将不合 甚至连装病一次也成了污点 当马皇后毫不犹豫的要把他的名字贴到一等爵位时 朱元璋同样毫不犹豫的把他打到了三等爵位上 经过一夜的熬战,马皇后终于躺下了 意犹未尽的朱老板在一阵深思熟虑后 又对授封名单做了最后调整 等马皇后醒过时,他竟然发现朱老板小心眼的毛病又犯了 朱老板这样干自然有他的道理 如果说他刘伯温就这性格 不跟一军弟兄们贴心也就算了 可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跟我也不贴心 他虽然在我这上班 但我能感受到他瞧不上我这个老板 他这个人要是能穿越,估计只愿意给李世民赵匡英这样的贵族老板打工 朱元璋敢这样说刘伯温 自然是看准了这位这东名士 骨子里并不愿意搁自己手底下上班 职场和官场一般是择权力对等 地位越高,责任就越大 给他封个三等爵位 一是朱老板要出口气 二是给刘伯温造成一种假象 就是朱老板并不看中他 说不定哪天他就可以趁机溜之大吉了 所以刘伯温不仅能咽下这口气 而且会乐呵呵的咽下这口气 刘伯温的爵位总算尘埃落定了 可另一个人爵位的变动 把马皇后气的立马从床上爬了起来